这里提到 忽兰娜切 这开始的这六个名字 这个是六个人的名字 邓 就是 释迦摩尼佛时代的 六师外道的头子 这几个都是人的名字 一共有六个名字 就是那时候佛陀释迦摩尼佛时代 所谓的外师 外道六师 外道六师 六个师父 他们也一样剃光头 也一样剃光头 也一样收地址 很多的地址 很多的地址 但是他们属于外道 因为他们主张的论调 跟释迦摩尼佛论调 是不一样 有的主张 只有因没有果 什么叫只有因没有果 你今天所受的都是因 但是也不会产生什么果 他们的主张都不太一样 有些是讲说断灭论 一切都是空的 没有实在的东西 好像是断灭论 断灭论 这是 然后这个维摩杰跟这个西菩提讲 你没有听到佛华语 也没有跟着佛出家 你跟着这个六师外道 外道六师出家 他们全部堕入地义 你也跟着堕入地义 这样你可以 你就可以拿我给你的波的换去吃 什么意思 这就是和光同城 我们今天学佛的人不能看到 这个舞女 一个专门 跟陪人家跳舞的舞女 你做的这个行业 不属于正业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看到机女 它是蔓云的 你做的这个行业 是不正业 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看到 这个人是强盗 我不跟你在一起 看到这个人是贼 我不跟你在一起 看到这个黑盗 我不跟你在一起 这个就是 不能够度化他们 因为你是不正业 我是正业 我学佛的是属于正业 你做的是不正业 所以我跟你隔开 那个大部分来讲是选教的做法 大圣的做法是 和光同城 我随顺你 但是在随顺当中 我在度化你 维摩姐就是这样子 所以维摩姐可以到赌场 像赌场 我们不可以去嘛 一般出家人 你不可以去那边赌博 去那斯维加斯 你去看秀是可以 但是你去赌钱 你就不可以 有时候借力演绎的话 连看秀都不可以 那你不可以去赌场 跟人家赌钱 其实是随喜 大圣佛法里面是随喜 小圣是借 绝对不可以 大家知道的 所以但是大圣里面 有和光同城 你必须随顺他 然后再找机会 再度化他 所以维摩姐跟他讲的 这句话就是说 你跟着 六外道六师出家 你随顺着外道六师 他们堕入第一 你也跟着堕入第一 但是你找机会 度化他们 再回来 这是可以 这叫做和光同城 你就可以拿这个 拨里面的东西去吃 难可启食